天下风云出我辈 一入江湖岁月催 黄图霸业谈笑中 不胜人生一场醉 提见跨其灰鬼雨 白骨如山鸟惊飞 尘势如潮 人如水 只探江湖几人回 欢迎来到老郭讲故事 今天聊的是 从黑寡妇到海贼王 风浪越大他越狠 有请老郭 今天这诗呢 是著名的词作家 黄瞻大师做的 叫江湖行 说也奇怪啊 您看这中国武侠故事里 也不管是好人坏人 都说自己 这叫混迹江湖 你说这江湖在多大呀 怎么不说混迹江海呢 这英雄多的能量 跟海里边扑腾多快乐呢 其实啊 真有不少人 在海上会遇到风生水起 今天咱们就聊一聊 一种高风险 高回报的海上特殊职业 海盗 一提海盗 很多人都有一概念 胡子拉叉 脏了巴基 戴着个一只眼的眼罩 有人说了 说这海盗 怎么都是独眼龙 是一打架打的吗 还是有这规矩 这一入伙 先口眼珠子 不是 海盗啊 常年在海上生活 晴天的时候 阳光刺眼 船舱里又很阴暗 他这一天跟上班似的 他不能老再一字呆着 一会儿出了 一会儿进去 一进船舱就暗了 一出来就亮了 这个光线的变化 眼睛不太适应 容易造成伤害 所以平时呢 盖着一只眼 为的是进船舱 快速适应黑暗 这个海盗啊 他是一群贼啊 各顶各呢 憋着海人 所以 这一旦打起来 你进船舱 还没看清是谁呢 哗一下子 给你扎成哗洒了 所以小心点 是有用处 打有船那年 就有海盗了 人们对海盗的记载 可以追溯到 公元前14世纪 这个千百年来 世界各地都有海盗 有不少的故事 有的人向往那种冒险精神 咱们也说了 这个行业赚钱呢 那相声里不还提吗 开玩笑说 余老师遇见海盗了 攻海上张嘴要500万 余老师说 给你500万 开一张1000万发票 这是玩笑话 世界范围内 有很多海盗题材的文艺作品 你看比较出名的 加勒比海盗 日本动漫的海贼王 包括成龙主演的电影 A计划 这里头也有海盗的元素 只不过没有人家 对海盗形象刻画的 那么立体 说到底 大多数人对海盗的了解 还是在外国的影视作品里 是因为中国没有海盗吗 中国啊 好几千里的海岸线 怎么可能没有海盗 只不过在咱们的传统文化当中 盗贼是上不得台面 就更别提当主角了 您比如说 明家境年间 大海盗 汪直徐海 联合倭寇 在江浙福建沿海 行风作浪 最后让大英雄奇迹光给灭了 所以在咱们的故事里 海盗只能是反派 今天咱们破破例讲几个海盗当主角的故事 明朝的时候 浙江一带海域 这海盗相当的猖獗 舰船就结 哪怕飞过一只海鸥去 也得把你三根毛作舰 就这么狠 朝廷派了不少军队 但是都打回来了 有一位姓张的将军 文武双全 就跟朝廷请愿 说海盗 如此猖獗 末将我愿意率兵征讨 上司很高兴啊 好 勇气可嘉 赐你一艘战船 百名精兵 这张将军驾着船行驶数日 你别说海盗了 连个人毛都没看见 谁说海盗放假了吗 嗯 我这么大一条船 怎么不见海盗来接呢 天天就站着船头喊 海盗啊 快来吧 我都看见你了 快有人接我没有啊 人磨双 有这么一天 张将军在船舱里喝闷酒 突然之间 不知道跟哪有骨子香气 提鼻子一闻 这个香 一记得 士兵上船一个来月 没洗不澡 那嘎着窝都小浑像味 哪来这么香 肯定船上来外人了 搜吧 一搜 搜出来一个书生 逮过那一桥 长相英俊 木耳朗星 一看就是富贵人家的翩翩公子 张将军就问了 说这个 我们这是战船呢 啊 戒备森严 你怎么上来的 说清楚 还得八了 说个清楚 别怪我的刀块 一般人就吓坏了 这个书生 不慌不忙 说这个 我父亲外出做生意 出去五年了 秒无音讯 母亲在家 以泪洗面 我看着难受 所以呢 我拜别了母亲 外出寻父 听人说 我父亲是坐船走的 可我呀 顾不到船 这才借着您的船出海 我这叫 搭便船 多难说 一不留神就说错了 张将军一听 这个人长得也不像海盗 兵兵有礼 谈图听文化 你想这一船都是士兵啊 一百个人加一块 认识不了十个字 这好容易碰到个有学问的 就想跟他聊聊 倒酒 加菜 喝这一聊 这书生很冤博 什么都懂 你说师辞各赋啊 带兵打仗啊 种地啊 数学斗畅啊 什么都会 本来张将军还想撇着学问的 结果呢 经常让人给问住 两个人相见很晚 从傍晚就聊到了深夜 这个一到半夜啊 人家容易想起这个不开心的事 张将军就想起来 搅海盗这事 一聊这个书生乐了 说这海盗啊 只能收服昭安 万不可剿灭 因为人家常年在海上生活 比你们懂 况且他在暗里在明啊 人家监视你一举一动啊 张将军摆手 哎 不要掌他人置气灭 我的威风 海盗就是一群无和之众 小书生乐了 您别这么说 人家连您晚饭吃的什么 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哈哈 这让你说的 他还能知道我晚饭吃什么吗 书生乐了 哎 我当然知道咱们晚饭吃的什么 这个话一说 张将军就愣 你是海盗 伸手要拔线 再看这个书生逃出一哨来 站在船头上一吹 煞时间海面上灯火通明 也不知从哪儿 出来上千条小船 全是海盗 凶手恶煞 端着刀举着枪 那个架势了不得 书生回头问将军怎么样 我就说这海盗抓不得 张将军这汗都下来了 书生说您哪 不要惊慌 我呢 跟您开个玩笑 将军文武双全 为国尽忠之首 我不会难为你 这一挥手 这堆船里边出了一条 雕花的小船 船头上站着俩丫鬟 一弯腰 说请小姐上船 书生一边上船 一边就把头发散开了 回眸一笑 竟然是个绝色的美女 张将军眼都直了 太好看了 回去之后 这张将军就忘不了 这美女海盗了 人家放过了自己 自己连人女儿都不知道 就上表朝廷 出面招安 最后呢 这海盗的问题解决了 张将军呢 还老一媳妇 当然了 这是一个民间的故事 海盗中归是匪 靠着打家劫舍过日子 您可别出去碰着海盗 就问人家 是女海盗吗 嫁给我吗 那就容易让人打死 这个 因为不是每一个女海盗都这么好离心 再比如说晚清的时候 有这么一位 号称中国第一女海盗 叫郑一嫂 名池宇宙晃动乾坤 被西方国家尊称为海上女皇 您听听 咱们知道女皇是武则天 这是海上的女皇 在电影加勒比海盗第三部当中 清夫人的原型 就是她 电影里边呢 她实力雄厚 各国商人文风丧胆 现实中 郑一嫂也是个狠角色 那么这么厉害的人 是家里有背景吗 海盗世家 那不是 恰恰相反 出身很低位 她原名叫石阳 乳名叫香姑 您听说香姑啊 她可不是蘑菇啊 姑娘的姑 出生于1775年 是一位淡家女 所谓的淡家女呢 是梁广福建一带 以船为家的渔民 世世代代飘在海上 传说中淡家以前挺风光 这个有官职 后来因为犯了罪 贬到船上 众生不能上岸 不能穿鞋 不能参加科举 或与岸上人通婚 现在说吧 这就是一把烂牌 可人家正一扫 把这把烂牌打得 风生水起 这个香姑怎么变成正一扫呢 得提一个人 叫正一 广东沿海区域 海盗比较猖獗 分为六邦 红黄蓝白黑紫 六邦 这个红旗邦啊 势力是最盛 正一 那就是红邦的首领 香姑呢 早年父母双亡 沦为了传记 但他长得好看 皮肤黑擦擦的 江湖人称黑玫瑰 因为这个名声在外 让大海盗正一 乡中抓走 当了牙寨的夫人 鸽子这叫牙船的夫人 因为嫁给了正一 所以叫正一扫 从香姑 变成了正一扫 首先来说 吃穿肯定不愁 但是正一扫 没有选择躺平 跟着正一 学习海盗的必备技能 看海图啊 能枪支弹药啊 驾船啊 那是干一行 挨一行 而且正一扫有远见 他觉得海盗们啊 这个六足鼎立 不是好事 要尽早统一 阶层联盟 在他的帮助下 不到两年时间 正一就统了 这六大帮派 给他统一了 本以为好日子来了 可没想到 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 这个正一不幸身亡 什么任务呢 那就是抢劫呗 这一年正一扫 才32岁 就守管了 要说正一扫啊 有手段 他联手了正一的 义子张宝仔 把这个红旗帮 打理的井井有条 而且正一扫 不满足于现状 疯狂的扩张海域 找洋人购买枪炮 在香港建立的造船厂 和军火厂 鼎盛时期 这个红旗帮 八百多条船 七万多人 这个人越多 吃饭的嘴就多 到最后连清政府和外国商船 都不放过 通通给你劫了 这下呢 就惹恼了清政府 在几次出兵失利之后 清政府找来了外国的大臣商议合作 准备给海盗憋个大的 1809年秋天 清政府与英国 葡萄牙组成了一支联合舰队 准备偷袭 红旗帮的重要基地 香港大雨山 得到情报的郑一嫂 是亲自带兵坐镇 另一边呢 派人突袭广州 打了虎门总兵 一个措手不及 双方大大小小 爆发数十战 红旗帮大获全胜 好 这下郑一嫂出了名了 清政府很头疼 无奈之下 梁广总督张百灵 想出一个主意 禁止海上一切运输 你不是抢吗 我不运了 你不就没得抢了吗 之前网上有一句话 说只要我没有道德 你就没法道德绑架我 这个主意可以说是 杀敌一万自损八千 那这反而好使吗 太好使了 当时海盗黑旗帮的首领 叫郭学贤 他很喜欢郑一嫂 想娶的 郑一嫂不答应 因为这个 郑一嫂死了之后啊 郑一嫂跟张保仔之间啊 这个关系越发的暧昧 虽然上名义上 他是郑一的养子 但是呢 这姓张的呀 跟郑一嫂的年龄啊 相差不大 那这个情敌之间 分在眼红啊 双方经常的发生冲凑 再加上那个海上禁运 郭学贤沉不住气了 倒戈投奔清政府 你想啊 赶正面叫板的 不是一般人呢 这个黑旗帮一倒戈 郑一嫂的势力 就遭到了严重的打击 再三权衡之下 郑一嫂接受了昭安 又朝廷赐婚 让俩人结婚了 而且呢 这个张保仔 被封为三品官 授予郑一嫂 告命夫人的称号 做贼做的这份上 也是千古第一 不过郑一嫂的命不好 47岁这年 丈夫又去世了 他又说寡了 关于郑一嫂的晚年 有很多传说 坏了呢 说他带着儿子 去澳门开赌场 好的呢 说他鸦片战争中 积极抗战 帮林泽徐出谋划策 当军士 不管怎么说 这一生足够励志 那称得起是传奇了 今天咱们讲了海盗 也不是说替海盗洗 为他们证明 咱们只要说就 这个世界上有海 就会有海盗 你看到今天 咱们也听说了 索马里那边海盗 开快艇 端着AK 赶的依旧是 打架结舍的买 不是开玩笑 他们来的是真的 可话说回来了 属于海盗的 黄金时代 已经过去了 不管曾经 这么辉煌 终究不是正道 好了 咱们今天就聊到这了 谢谢各位